尝到了甜套 敦哥心满意足拿着冰袋敷衍 急忽然更易是传来Lisa的声音 这才想起自己已经让仆人扔掉所有的衣服 见Lisa气急败坏瞪着自己 敦哥立马讨好的送上新睡衣 看着眼前风情万种的妻子 敦哥蠢蠢欲动 情不自禁朝着老婆Lisa走去 结果 硬生生挨了老婆一记铁拳后 春心荡漾的敦哥顿时变成乖巧小绵羊 然而两人幸福的生活并没有安稳很久 敦哥就从员工那里得知 曾经绑架Lisa的笨贼潜入了农场 Lisa因为这事忧心忡忡 整夜不敢入眠 最后还是敦哥陪在他身边 这才安心不少 第二天 敦哥正沉浸在小娇气的盛世美言中 无可自拔 却不料警察突然找上了门 气温才知道原来不是扫黄 而是农场小树林发生了命案 死者正是曾经绑架威胁Lisa的笨贼 因为有人证明 敦哥曾与死者发生过口角 所以警方便将疑点放在了敦哥身上 敦哥问心无愧 心甘情愿跟警察回警局里协助调查 可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反转 敦哥表弟无意间发现 举报人手上有抓痕 在回消息昨晚 偷看他跟死者见过面 立马摆过来 他跟Lisa等人合计 只要取到举报人的DNA 就能替敦哥洗清冤区 一生自告奋勇 故意撞向正在喝水的男人身上 然后趁机拿走水瓶 让Lisa跟小姑子赶去警局化验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一计划被男人听了过去 Lisa察觉跟在身后的车子不对劲 临时调换路线试探 发现黑车没有跟来 心里不免松了口气 可没过多久 黑车就绕到了前方 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男人拿出枪 威胁Lisa 然后将证悟狠狠踩在脚底 以为这样就能免逃惩罚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去 他昨晚行凶过程 已经被目击者举报到了几局 Lisa趁男人不注意 狠狠将其干趴在地 男人恼羞成怒 举起枪想要伤害Lisa 这时不远处传来引擎声响 敦哥骑着摩托 躲过男人的射击 最后帅气停到Lisa面前 对着男人就是一顿拳打脚地 Lisa担心敦哥闹出人命 赶忙上前阻拦 这时男人仍贼心不死 想要捡起枪 却被赶到的警察击中手臂 男人慌乱间跑走了 虽然这次没抓到凶手 可经过这次事件 医生与敦妹的感情也有了新进展 这对了啊